五家者小防守 就是關於社會行動的資訊整合平台 就在台北市大概有將近600名的五家者 最多會聚集在台北車站 或者是摩甲公園這些地方 那也就會有很多的團體 都會到這些地方來發便當 像我們也是其中一個團體之一 所以像是有些團體 像一些宗教性的團體 像普濟士、舊士軍、海濤法師 或者是一些低調的明星或個人 都到這邊來發便當 那但是會有一個現象是 有很多的藉友大哥大姐都會說 好像一天有時候一天就來五六個團體 有時候一個都沒有 所以這樣的現象還蠻常發生的 就是在一些團體之間 沒有互相協調的情況下 就會讓這些資源沒有被有效的分配 然後讓這些愛心好像也就大打折扣 那因為有一些人他可能像這樣的資源 他會比較多集中在 像是冬天寒流來的時候 或是有新聞報道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湧入 但是有時候可能 其實有他一天 他就拿五六份 五六個可能中秋節的月餅 或是冬結粽子 還有吃褲 他就丟掉 或是大衣拿了很多件 他穿不了那麼多 就丟掉或轉賣 那有些人看到之後 就覺得這樣子非常的不好 就非常反感 所以會開始呼籲說禁止餵食遊民 禁止捐錢給遊民這樣的現象 但我們會覺得他不一定是需要禁止的 我們可以透過從中去協調 去協商 然後讓這樣的現象慢慢的可以得到改善 所以想要做一個資訊整合的平台 他會包含一個公開的行事令 就是任何人你都可以上去查看說 這個月會有哪幾天有團體來發便當 那量又是多少 那甚至是有很多持有智慧型手機的無家者 他們也可以上去查看說哪幾天是有人來公餐的 那也透過登錄 然後上去登記說你要在哪一天的時候來發便當 那當有些人他在發完便當之後 他就可以上去分享他去發便當的經驗 也可以有人來回應他 這裡慢慢就可以形成一個互相支持的社群 這個是想像中的會長這樣 上去就可以很直觀的看到一個行事令 然後你可以去登記 那我們就要徵求可以幫忙我們做網站的工程師 那也歡迎可以讓這個使用介面更順暢的設計師 這是一個蠻小的計畫 但是他可以影響很多人 就是600名的無家者 甚至是更多可能潛在的靜頻者 就是讓物資在對的時間交給有需要的人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